五谷区成德里长陈思芬 103年底上任之后 积极推动环保工作 并且在里内首度开办手工造课程 两年来受到许多里民的支持与肯定 活动中心里 大家奋力地搅拌锅子里的蛋液 不过他们可不是在做蛋糕 而是制作相当特别的手工造 蛋造只取蛋黄不取蛋白 蛋黄里面它有6%的卵磷子 卵磷子对于我们现在 四五十岁肌肤的妈妈来讲 女人也好男人也好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年龄非常适合用这个蛋造 就是它滋润皮肤的效果非常好 五谷陈德里里长陈思芬 103年12月上任之后 为了推动环保以及促进里民的情感 特别开办了手工造课程 从一开始只有10个人不到 到现在班级人数已经多达20多人 我觉得这个环保议题 它现在都很风行的在谈 可是真的有没有切实去做 我想都是个人的自由心证 那我觉得进我们这个 刚好有这个里长这个植物之变 所以我尽量来推广 而且一般的四寿沐浴乳里面 它的一些化学药物 可能会多那么一些些 对人的身体总是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所以我希望说推广一些善知识 然后能让大家多学一点 多做一些 然后来让自己更好 让地球更棒 全德天然手工造的课程 因为里民反应相当踊跃 现在还分为初接班和进阶班 里长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开心做环保 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方建凯丽满会 五股采访报道